这位同学问点 他说如果夫妇没法再相处 应否分开 还是继续维系一个外表 看来幸福完整的家 勉强忍耐痛苦下去 如果要觉悟的话 就不会有痛苦 会真正很欢喜 我觉得这夫妻两个人 不能相处 要把不能相处的原因找出来 然后把这个原因消除 你们不就各年好喝了吗 一定要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样子 这个很重要 纵然是学佛 就学佛不能相处立婚了 不是好心想 这个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不能相处呢 佛教给我们 四舍法了 你要会用啊 四舍法就是人与人相处的方法 现在在团体里面讲的公共关系法 在我们一个人身上 这是交际应酬的方法 佛教得好啊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 给许许多多不同宗教往来 不同的族群往来 我们都做得非常好 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四舍法了 四舍法里面 你记住 布施 爱与 立行 同事 这是佛教的吗 你要是夫妻两个会用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对恩爱夫妻 各年合伙 怎么会分离的呢 你不会用啊 四舍法里面的布施 我讲的很多啊 它跟六度的布施不一样啊 四舍法的布施 多请客 多送礼 你看你夫妻两个 要常常请客 彼此送礼 这不是好事情吗 人与人的关系 建立在这个地方 爱与是真诚的关怀 关怀对方啊 立行 你所想的 你所做的 绝对是对对方有利益的 对方所欢喜的 最后一条是同事 同事 就是共同建立一个家庭 而且这个家庭 是全世界所有家庭里的模范家庭 你说这种事业都有意义 这就是洪法里森 今天社会不安定 社会不安定 原因在哪里 我参加这些 国际上的和平活动 不少次了 我跟大家谈的 你们天天说化解冲突 出境和平 冲突的根本在哪里 根本在家庭 就是夫妻不好 你们有没有发现 所以这个社会 立婚立正高 立婚立高 这个社会决定有问题 他不健康啊 这社会有病啊 这是病根啊 健康的时候 健康是活目 不活就是有病 就是个病态 我们不能够不懂啊 那么我再讲的是 这还不是真正的根本 真正根本是什么 根本是自己 我说自己的 本性跟习性呢 发生冲突了 就是做个谜啊 也发生冲突了 这才是根本 真正的根本 所以我叫人 我们要做和平工作 要化解冲突 要促进世界 从哪里做起 从自己本身做起 从内心做起 我在内心里面 把对一切人 把对一切人事物 对立化解 我自己对一切人事物 绝对不对立 这矛盾化解 你自己有成见 你们夫妻两个就对立了 对立了就麻烦了 你要把自己对立化解 不要问对方 对方对我不好 我对他好 他跟我对立 我跟他不对立 你要晓得 这个两面 有一面不对立 他这一面不能存在 这个一定是两个都对立 他才会打架 一方面的时候 两方面的时候 决定不起作用 我在这个联合过 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冲突问题 我是这样教的他们 这个方法有效 你看释迦牟尼佛一生 他跟任何人不对立 所以一切人对他都没法子 都不能够造成他的障碍 佛成功了 所以根本就是说 我跟一切人死 我对立了 这个是真正麻烦的根源 后根 后害之根 不是别造成社会大众后害 那是另外的 这是自己堕阿比地狱的根 宇宙是和谐的 我们身体是和谐的 身体是小宇宙 所以没有一桩不是和谐的 根本就没有对立 对立是从自己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产生的 所以一切天然在人后的根 是从自己心里头生出来的 根正是 这是一切法 重新相生 救佛菩萨 极乐天堂也是从自己意念心生的 你意念清净 意念善意 整个宇宙是和谐的 整个宇宙是美善的 你一个往相分别执着起来了 整个都变了 你的相貌变了 你的体质变了 你的居住环境通通都变了 你怎么能怪人呢 所以我总是劝人夫妻要和后 你要把这个不和的因素找出来 把它化解 作为社会一个好的榜样 那是功德了 那才叫真正修复 离婚错误了 勉强最后过那种痛苦的日子 这也是错误的 那个不是正确的 一定要求 好 现在时间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